我們一買一個嘛好不好 掰掰 我們換一個嘛好不好 那如果你要指定給誰的嘛 就是直接這樣子 OK 我們今天來到了 板橋的貓屬體餐廳 那我們今天要來參觀 那你也沒有帶我們的小幫手過來 因為這間餐廳主打就是 貓的餐廳 然後但是不能帶寵物 我看網路上有介紹 就是他們家的貓咪有很多隻 然後聽說他們好像有一些貓是可以 就是領養的 關於這部分我們待會可以再問一下店員 好 我們要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主題餐廳 好啦 我們來準備進去看看我們的貓咪吧 Let's go 那我今天終於進來了 然後就是我發現 其實這一間餐廳沒有一些小規矩 我一樣就是想說先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它這邊呢 主要就是不可以抱貓咪 因為為了怕貓咪就是因為跟你不熟悉啊或什麼的 然後會有掙脫的行為 所以泡貓咪 泡貓咪受傷 不要強迫貓咪做牠不想做的事情 就例如我剛剛舉例的就抱抱啊 就是你強迫很好的話 牠一定會掙脫 牠掙脫的過程中可能就是會受傷 不可以讓貓咪吃人的食物 因為畢竟動物們家裡都會有一點貪罪 不可以不可以為牠們吃 不是店裡面的一些就是貓的零食 牠們那邊門口的一個就是扭蛋機 那那個扭蛋機是可以就是他們的小零食 這樣子如果就是大家來這邊 有想要跟貓咪做互動的話 我就可以去玩練那個扭蛋機 去扭牠們的食物 在睡覺中的貓咪也不要去吵牠 畢竟一進香海雞在睡覺的時候 也不想要被人家打擾吧 對吧 可以拍照 但是不要用閃光 因為其實不管任何的動物 你們用閃光的話 其實都是會嚇到牠們 牠們這邊就是用餐時間是兩個小時 那我在這邊之前 基本上我的人的習慣就是會先定位 因為要避免就是沒有位置 那今天主要是平日的狀態 所以今天人比較沒有那麼多 我就覺得還OK 那如果大家之後都要來參觀的話 可以定一下位置會比較好 OK 那我們來期待一下我們的餐點有什麼吧 那我們現在餐點已經上來了 我點了吃白酒蛤蜊貓耳朵 因為我本身下期有一點點辣椎 我就點了這個 他們還滿可愛的 而且是你看牠們的餐點的部分 你看牠們的盤子 嗨 貓咪 而且因為是貓耳朵 然後這是給我們裝蛤蜊的一個小碟子 你看這個 你看我貓肉球的那個盤子 超可愛的啦 現在整個少女性爆風 我們大家來吃一看牠什麼味道吧 蠻Q的 其實我之前對一些主題餐廳跟寵物餐廳的印象沒有很好 因為有些寵物餐廳主題餐廳 牠們的東西都不一定好吃 但是牠們就是主打的就是 就很像網美餐廳啊 或者是牠們的寵物的部分 所以我會覺得 在這部分我覺得牠們還滿加分 因為東西是好吃的 好 這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是臨時扭蛋機 然後我們準備了20塊 牠每天有限日喔 就是一次10塊錢 然後每次每人線頭5顆 我現在扭 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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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的都是不一樣的耶 我以為是一樣的 那這邊有那個回收掌 可以放那個蛋殼 然後就給我這樣 等一下好可愛喔 起來了 我真的覺得雷特很可愛 兩隻都醒來了 兩隻都醒來了 你好笑喔 啊 好溫柔喔 啊 好溫柔喔 啊 好溫柔喔 好溫柔喔 你在攔截我嗎 我們一定來一個嘛好不好 好溫柔喔 我們要看一個嘛好不好 好溫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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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會先填填你的手 好溫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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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冰箱啊 你不要慢动作了 好了好了好了 冷静冷静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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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松明來了超香的 而且他們的模具好像有特別去做 因為他們上面這個是他們的LOGO 是他們的LOGO 他們好可愛 看他們沾醬 我的蜂蜜醬也是一個貓咪 哇 那就還有一個貓手手 哇好可愛喔 很可愛雖然是一個大重點 但是我覺得好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們表面有一種焦糖的味道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好香喔 因為這邊低價是200塊 然後再加一成服務費 感覺在這邊就是可以點一杯飲料 然後吃個下午茶 然後看個書 然後就可以默默的泡上一整個下午 然後我剛剛有稍微會一下 就是這邊有配合中途領養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 有想要領養貓咪的話 那你們可以去網路上 然後去點他們官網 去了解一下就是 他們領養的一些 譬如說違反 然後了解完之後 你也覺得你適合 你就可以就是 跟他們聯絡 然後肯定說 就是你想要領養哪一隻 然後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已經想好 要迎接一個全新的生命的時候 你要先做一些功課 你身邊的一些環境 是否已經準備好 是否適合他們 這樣子 好我們繼續享用我們的下午茶吧 好歹歆 欸 你幹嘛 我為什麼不有去 直接跑飛 我不在一起 因為在旁邊 我就知道 不然會被一次 就這樣 我看 Blind 我有點累 我不要衝 往前面 為什麼要這麼高 OK 影片到了最後 大家就是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我今天我自己來這邊 我是覺得我學習到蠻多的 因為他們這邊有解說源 所以就是你可以更了解貓咪 然後更知道說貓咪本身的生活信心 然後像剛剛我覺得我增長了一些知識 因為像貓咪它有時候不是肚子都會脆脆的 我剛剛才知道原來那是它的袋袋 就是為了它伸展的時候 是可以讓它有空間可以放在身上 所以貓咪基本上只要看它那個肚子 它其實不是胖 它是本身每一隻貓咪都會有那個袋袋 只是每一隻貓咪的大跟小有點不一樣 他們說你要看一個貓咪的是不是胖的話 你要從它的頭然後肩膀這樣看下去 看到它的藥是不是有一個曲線的 我覺得來這邊了解到很多貓咪的小知識 我覺得大家可能有機會來這邊放鬆一下 了解一下貓咪 然後如果你們真的覺得適合自己的話 然後再養貓咪也不吃啊 OK 影片到了最後 記得有什麼感想或是想要讓我知道 或有推薦的餐廳的話 記得在前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好可愛喔 我的皮皮好可愛喔 皮皮的美麗